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关于苏珊·伍德福德绘画欣赏的书 苏珊·伍德福德曾在伦敦大学教授希腊罗马艺术史 并在大英博物馆希腊罗马文物部从事研究 这幅画展示了从洞穴石壁时代到当代的艺术作品 其中有15000年前的西班牙洞穴壁画 众所周知的达芬奇临终晚餐 伦伯朗夜巡 拉斐尔 莫奈 毕加索等名流 蒙德里安 波洛克 安迪 沃霍尔 罗伊利·西藤斯坦等20世纪西方现当代美术作品 甚至还有日本服装协会 作者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 回答一般读者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怎样才能看到一张图片 伍德福德博士在这本十万字的书中 首先推荐了四种最基本的观赏绘画方法 其次呢 分享了如何通过解析图画中的隐喻来获得乐趣 最后 本文介绍了形式分析法这一专业的观赏方法 好吧 让我们先看看作者如何达到他的主要目标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带着四个问题去看一幅画 即第一画家为什么要画这幅画 第二 作品所反映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第三件作品是否真实 第四件作品的构图设计如何 我们介绍中提到的这些画都是富有图片的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边听边看 好了 让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画家要画这幅画 不同的时代 答案也不一样 绘画可以用在巫术上 可以用在宗教上 也可以用来解释复杂的格言 展示艺术家的创造力等等 我们先用肖像画作为例子 那么 为什么要画肖像画呢 一是因为画者想要留住时间 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凝固在画中 留给后人 二是能看到画中人物的容貌 好吧 那我们就先说说达芬奇蒙娜丽莎吧 在谈论这幅画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达芬奇 乔治瓦萨里是西方第一部艺术史著作 这就是他对达芬奇的描述 他身材魁梧 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 成年之后 任何难题在他面前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他的名声久远 死后更是受到后人的敬仰 可以说 达芬奇是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他涉猎广泛 多才多艺 勤奋好学 手稿多达六千页 只留下了不到十五幅画 前段时间 有一则劲爆的消息传出 纽约家世德拍卖行 达芬奇油画就是主 以四亿五千万美元的价格 折合人民币将近三十亿人民币 这是迄今为止最贵的艺术品 说完达芬奇 我们再聊一聊 蒙娜丽莎 这本书并没有详细分析过它 那今天就单独拿出来欣赏一下吧 这幅画 是卢浮宫最珍贵的艺术品 据统计 百分之九十的卢浮宫游客 都不会错过这个神秘的笑容 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 每年都会出售超过三十万件 蒙娜丽莎的纪念品 蒙娜丽莎在这幅画中 留下了她美丽的身影 现在的人都知道 十六世纪 弗洛伦萨有一位女士 她坐在那里 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 据说达芬奇 为了让蒙娜丽莎保持愉快的心情 请了一群人陪着她作画 一边说笑 一边唱歌 逗蒙娜丽莎开心 画家敏锐地捕捉到了 这一瞬间的表情变化 这个微笑如此迷人 如此难以捉摸 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 关于蒙娜丽莎的谜团一直很多 其中之一 就是蒙娜丽莎到底是谁 历史学家对此争论不休五百年了 乔治瓦萨里 在书中肯定地说 蒙娜丽莎 就是弗朗切斯科德尔娇孔多的妻子 但是奇怪的是 这幅画并没有被送到她的手中 而是随着达芬奇来到法国 成为法国国王法朗西斯一世的收藏品 如果将达芬奇的自画像 与自己的画像进行比较 就会发现两者 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所以有人认为 这幅画 其实就是达芬奇的女性自画像 那么 肖像画 是不是可以让被画者保持自己的容貌 让画者知道先辈的容貌 艺术家在绘画过程中 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这是纯粹的客观记录吗 如果把蒙娜丽莎原型的谜团 和这个谜团结合起来 或许就能找到答案了 画家在画肖像画时 虽然是受托人 但他还是很有主动性的 将自己的想法和兴趣融入其中 或多或少地带着 对自我的欣赏与肯定 所以画里的人和画家本人很像 当然了 这只是肖像画 如果按照题材来划分的话 绘画还有很多种 比如风景画 风俗画 进物画 历史画 宗教画 平面装饰画等等 每种绘画都有不同的产生机缘 但都涉及到作者 观者和使用者的需求 观众需要带上画卷 第二个问题就是作品所反映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接下来 我们将用蒙娜丽莎的例子来说明 不管这幅画里的人是谁 这位风鱼的女人给观众带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信 随着经济的复苏 城市的兴起 生活水平的提高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逐渐改变了对现实生活的悲观绝望态度 转而追求世俗生活的乐趣 那时的艺术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健康的 美丽的 丰满的 健壮的人物形象 不管是艺术家还是观众 都不再自暴自弃 而是希望把人类身体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于是 雕塑当中就出现了著名的米开朗基罗大卫像 雕塑家把古代少年英雄塑造成英姿勃发 身强力壮的青年形象 在这幅画中 拉斐尔的圣母像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比 这些哭狗 憔悴 似乎在现实生活中饱受折磨的 中世纪绘画中的人物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个问题是观众看画时要考虑的问题 是作品是否真实 作品是否写实 不只是观众关心 画家本人也关心 尤其是古典艺术家们 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着迷 绞尽脑汁 西方所谓的古典艺术家 指的是公元前600至300年的艺术家 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至20世纪初期的艺术家 他们千方百计的研究人体比例 研究直线透视 空气透视 骨骼和肌肉 《力图史》画中的人物更加逼真 达芬奇·蒙娜丽莎之所以像一个真正的女性 与观众无声交流 正是作者对人体结构和透视空气的成功运用 这是瓦萨里在其著作中描述的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深情款款 这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能看到的 她的脸淡红扑扑的 睫毛很漂亮 红润柔软的鼻子 漂亮的鼻孔 像是在呼吸 她的嘴微微张开 嘴唇和嘴角的红色混合在一起 看起来就像是一块鲜嫩的肉 如果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她喉咙处的脉动 因为达芬奇对解剖学很有研究 在背景中 达芬奇运用空气透视法 使近处的景物清晰可见 而远处的景物则朦朦胧胧 这很符合视觉效果 这样的背景 让蒙娜丽莎看起来 像是置身于真实的环境之中 而不是在画框里 但是 古典艺术家达芬奇虽然重视写实 但并不代表所有的艺术家 都像他们一样 把球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因此 观众们并不能以写实与否 作为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准 最近一部动画片 《挚爱范高》的热映 让大众对范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范高有一幅名为《星月之夜》的著名作品 它展现了一幅高度夸张变形 充满强烈震撼力的星空景象 近处是漆黑的柏树 天空中有星云 星云像龙卷风 星星点点 一轮明月 橙黄色 这大概就是画家 在幻觉和血晕中看到的景象了 画家通过对象作为媒介 来表达内心的情感 而不在乎画面 是否与真正的星空相似 好吧 接下来我们再谈谈观众看画时 要带来的第四个问题 即作品的构图设计如何 所谓构图设计 指的是如何运用形体与色彩 在《蒙娜丽莎》中 女主角坐在一张半圆形墓椅上 形成金字塔式的外形 给人一种端庄优雅的感觉 人物背后用栏杆隔开人物与背景 背景是道路 河流 桥梁和小山 蜿蜒的道路和河流的曲线 与蒙娜丽莎交叠的双手相呼应 从色彩上看 整幅画为棕褐色 略带青绿色 简洁沉静 朴实无华 人物穿着深色的服装 有力地衬托出白皙的脸和手 好吧 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作者推荐的四种看画方法 当我们看到这幅画时 我们已经找到了方向 我们可以在欣赏图片的同时 问自己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画家为什么要画这幅画 第二个问题 作品反映了哪些文化背景 第三件作品是否真实 第四件作品的构图设计如何 这样 我们就可以从一个被动的旁观者 变成一个积极的旁观者 下面 我们再来分析一幅书里 没有提到过的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第一个问题 画家为什么要画这幅画 毕加索是二十世纪著名画家之一 尽管他在巴黎生活了很长时间 他却是个西班牙人和共和主义者 他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委托 在1937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上 为西班牙馆创作一幅油画 德国空军轰炸了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古镇的格尔尼卡 德军轰炸了三个小时 炸死了不少平民 使格尔尼卡夷为平地 德国人的罪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毕加索一份填膺决定用这件事作为壁画的主题 表达他对战争的抗议和哀悼 于是被载入绘画史册的杰作 格尔尼卡诞生了 第二个问题 作品反映了哪些文化背景 在大背景下 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 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一场战争 战争给世界带来灾难性的灾难 但是残酷的一战结局 并不能阻止这些好战分子的野心 二战是由军国主义分子挑起的 一批进步知识分子 投身于反战运动 他们著书力说 发表演说 画画 以各种方式反对战争 这幅画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体现了作者的反法西斯立场 从艺术发展的大背景来看 二十世纪上半叶 巴黎是世界艺术之都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云集于此 他们掀起了巴黎一场 又一场的艺术运动 毕加索本人是二十世纪 第一位立体主义新艺术运动的开创者 立体主义是艺术史上的转折点 他通过特殊的处理对象 将物体拆分 分解 再以不同的方式将其连接起来 立体主义打破了西方绘画中 所有的禁忌与传统 给艺术家以自由 从此以后 艺术家们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作画了 例如 一位女士访问了马蒂斯的工作室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女人的胳膊一定很长 马蒂斯很有礼貌地答道 你错了 夫人 这是一幅画 而不是一个女人 从二十世纪开始 艺术家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创作权力 第三件作品是否真实 这幅画与达芬奇蒙娜丽莎相比并不真实 但是 正如我们之前强调过的 不能只用写实来判断 蒙娜丽莎是写实艺术的巅峰 而非写实的格尔尼卡 则永远留在艺术史册上 这幅画中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扭曲了 在画面的右边 我们看到了一个男人张开嘴尖叫着 他被锯齿状的建筑残骸压着 惊恐地张开双臂 在这个男人的下面有个女人在狂奔 她的一条腿好像被甩在后面 但是她怎么也摆脱不了这混乱而悲惨的景象 一位妇女举着油灯从窗子里探出头来 照着这血腥的一幕 爆炸中心的闪光就像一盏电灯 她在白天也是如此 形成了一道锯齿状的阴影 一匹马在闪光下 肋骨上有一个可怕的伤口 一名士兵躺在马下面 她死的时候眼睛错位 一只手握着断剑 另一只手无力地摊开 左边是一个女人 她仰天长笑 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女人的脸扭曲了 这是痛苦的象征 孩子像个布娃娃一样挂在妈妈的胳膊上 整个人看起来一点生气都没有 鼻子也搭拉着 女人的身后站着一头猙獰的牛头 那是一头猙獰的牛 她的舌头像子弹 她的耳朵像刀尖 她身上的武器和女人张开的双手 形成强烈的反差 毕加索有个习惯 那就是用牛头表示邪恶 因此 这幅画里的牛头 应该代表法西斯的残忍与黑暗 毕加索运用立体主义手法 将混乱 恐怖的战争场面表现得恰如其分 第四件作品的构图 设计如何 这幅画中所有的形状都需要观赏者细细品味 乍看起来杂乱无章 首先 毕加索在塑造形象时采用了立体主义手法 画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物体 并将不同角度所见的图像综合成一幅画面 投入的观看者会像画家一样 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物体 产生代入感 其次 毕加索把他的形象归纳成各种不规则的三角形和弧形 这些不规则的三角形和弧线交错在画面上 给人一种支离破碎 混乱不堪的感觉 这个城市在空袭中也是如此 敌机不断投掷炸弹 市民四散奔逃 血肉横飞 场面惨烈 从色彩角度来看 全画是用黑白灰三种颜色绘制而成 错综复杂的色块 使画面更加阴森恐怖 好的 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普通观众应该怎样看一幅画 以此为基础 进一部细读作品 解读画家所设置的隐喻 获得更大的乐趣 比如阿尔诺菲尼的婚礼 就是弗兰德斯画家杨凡艾克 这样一幅画 我们就能充分享受解读隐喻的乐趣 这幅婚礼肖像画精美 色彩明快 包含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 画面中 一对新人正在宣示 新郎乔凡尼 阿尔诺菲尼 伸出一只手 握住了新娘乔凡那切纳米的手 新娘向新郎宣示 婚礼上有两个证人 但是要仔细寻找才行 因为他们都太小了 墙上的镜子里 都是他们的影子 镜子上方 赫然写着杨凡艾克的名字 墙上的水晶珠子 和干净的镜子 象征着纯洁的爱情 橱柜和窗台上的水果提醒人们 在亚当与夏娃 犯下原罪之前 人类都是无辜的 这只小狗可不是普通的宠物 它的表情很严肃 嘴巴紧闭 因为它代表着忠诚 除此之外 一根蜡烛还在燃烧 婚礼是在白天举行的 房间里灯火通明 不需要蜡烛 但是烛光代表着 无所不知的基督 有它在场 婚礼就显得神圣了 两个新人 赤着脚站在一起 暗示着他们 站在圣土上 当然 并不是每一幅画 都像这幅画一样 充满了隐喻 但是 从这个例子中 我们应该记住 绘画中包含了很多 超出绘画对象 本身的东西 不是一眼就能看完的 细细品读一幅画 能从视觉上 历史 文化 风俗等各方面 获得许多乐趣 幸运的是 可以用四个基本的方法 来看一幅画 并且享受到了 绘画细节隐喻的乐趣 之后 如果您对此感兴趣 您也可以采用 更专业的方法 即形式分析法 所谓形式分析法 指的是 只考虑作品的形式 而不考虑作品的主题和技法 德国艺术史家 海因里希·沃尔夫林 就使用了这种方法 他从长期比较文艺复兴 圣西艺术 巴洛克艺术等角度出发 提出几组概念 区分不同时期艺术风格 这些概念包括 平行布局与退缩布局 封闭结构与开放结构 多重性与统一性 这些概念成双成对的出现 因此这些概念 只是相对而非绝对 比如线性风格和非线性风格 沃尔夫林 把拉斐尔的作品 与卢本斯的作品 进行了对比 它们分别代表了文艺复兴 圣器灵人 巴洛克艺术 拉斐尔在《科隆纳记》中的谈话中 在卢本斯的《圣家族》和《圣方几个身上》都体现了《圣家族》这个主题 前一幅画中所有的人物和非生命物体都有清晰的界限 画家把每一个人物平均地用了很大的力气 每一个人都像一尊雕像一样显眼 第二幅画中 每个人对人物都不是一视同仁 有些人在灯光下 有些人却在阴影里 阴影中的图像轮廓消失了 画家用快速的笔触把各个元素联系起来 而没有把它们清晰地分开 所以 拉斐尔的每一幅画 都是那么的清晰 那么的清晰 而在卢本斯的画作中 圣约瑟夫站在最右边 只有他的脸 形式分析 第一就是把纯形式的绘画部分拿出来讨论 从形式演变中 总结出艺术式演变的规律 好了 说到这里 关于绘画和欣赏这本书的介绍 就这么多了 好吧 让我们再给你做个总结 本文主要谈到观画的基本方法 一般的观众 想要看懂一幅画 需要回答四个问题 首先 画家为什么要画这幅画 第二件作品 是什么文化背景的反应 第三件作品是否真实 第四件作品的构图设计如何 第一个问题 不同的时代答案是不一样的 绘画可以用于巫术 宗教 解释复杂的格言 展示艺术家创造力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 观赏者需要结合绘画产生的时代 和文化背景来分析 第三个问题是要注意区分 不同时期的画家 与非古典画家的价值追求 古典时期的画家都在追求写实效果 非古典画家则不然 例如 二十世纪以来 艺术运动流派分成 令人眼花缭乱 画家们往往以任意的方式处理对象 观众不能用写实来衡量作品的优劣 也不能认为写实就是好作品 不写实的话 算不上好作品 第四道题比较难 需要观众耐心 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 细致地分析了画面形状与色彩的排列 其次 作者还谈到了画家在绘画中的隐喻 观众只要有耐心 有一定的背景知识 就可以像包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地揭开谜底 最后 在前面基础之上 运用形式分析法 这是绘画艺术的进阶之道 除了这些内容之外 我们还可以关注画家的传承 创作水平等等 欣赏绘画是一种乐趣 希望下次你再去美术馆参观 或者翻阅画册的时候 可以使用它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些方法 就是欣赏绘画的妙处